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在佛罗里达州 这是川普总统在去年十一月所赢得的重要战场州之一 他将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嘎绿洲 特别是在失败之后他将回到马拉戈 而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 在佛罗里达当地可能比在纽约更有市场 同时也比他在华盛顿DC更有粉丝群 现在佛罗里达州已经迅速成为右翼权力前客和媒体人物的中心 川普总统的一些成年子女也在制定搬到这里的计划 华盛顿邮报引述盟友和顾问透露 川普总统私下里仍然在考虑第二次弹劾的相关活动 但是他的助手们已经努力在佛罗里达建立一个川普的新的基地 只在维持他对共和党政治的影响力 川普总统的一些顾问正在热议一个可能的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很有可能就位于佛罗里达州 同时也希望可以继续将川普品牌政治继续下去 比如小唐纳德或者是伊万卡 有一天可能会竞选政治职位 而鉴于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受欢迎程度 佛罗里达州被认为是川普家族更好的政治发射台 川普总统身边的一些人正在讨论伊万卡 可能要在二零二二年竞选参议员的想法 届时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任机将届满 需要重新选举 而现在川普总统仍然打算在剩余四天的任期内采取一些行动 根据之前是透露 总统和顾问们对于他可能发出的最后一轮特赦 仍然有尖锐的争议 包括对川普家族成员的特赦 他们表示总统继续说要赦免自己 在周三的就职典礼前 白宫已经变成了由武装者守卫的堡垒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战区 此外根据CNN报道的消息 朱利安尼在今天又重新回到了白宫 而纽约时报引述政府高层人士消息表示 朱利安尼回到白宫的目的是为了筹划下部的弹劾辩论计划 而如果现在消息没有差错 那么本轮的弹劾很有可能是由朱利安尼来领先辩护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来自彭博社的一篇观点文章 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裴敏心 他写道现在拜登和习近平都知道 他们各自的国家需要找到方法来管理竞争 但是两国领导人如果要将关系置于更平衡的轨道上 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表示他们两个人都会欢迎过去几个月来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某种暂停 而现在拜登面临着一份令人生畏的国内优先事项清单 比如遏制肆虐的大流行病 治愈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并且振兴经济 同时他认为要想在与中国的较量中获胜 美国必须要在国内重建实力 并在国外建立一个由盟友组成的联盟 而这需要时间 习近平同样认为中美竞争是旷日持久之战 而且由于中国人认为中国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认为这样的力量平衡将逐渐有利于自己 因此更希望在中国处于弱势的时候暂缓与美国的冲突 两人似乎都认为维护关系平衡的方法是平衡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与川普政府的鹰派人士将美中关系视为完全对立不同 拜登和他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 希望在气候变化和不扩散和流行病毒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即使他们在国家安全贸易和人权方面与北京激烈对抗 同时中国外长王毅提出两国将双边问题有三个方向 首先是可以合作的领域 第二是可能通过对话解决的分歧 第三是必须管理和控制的冲突 在本月初王毅再次强调中方希望建立协调合作稳定的关系 然而戴登习近平建立这样一种方式的任何机会都是短暂的 考虑到决定美中关系的重大问题如此复杂 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很低 如果不迅速稳定关系 几乎可以肯定一定会出现破裂 而裴敏心认为无论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有多大意义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的激烈冲突 都会使得两国在任何事情上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不可能 比如拜登应该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控制 如果拜登升级与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关系 那么习近平可能就很难选择在气候问题上再帮助美国 或者是在朝鲜核计划上援手 同样如果习近平加倍打压香港和新疆 或者他认为这些仍然是不可谈判的主权问题 那么美国的公愤将迫使拜登对中国实施更多制裁 而裴敏心认为 现在两人都需要承担一些政治风险 第一个任务是恢复高层沟通 摆在议程首位的应该是管理美中军事竞争的具体措施 目前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 比一九七一年中美外交和解以来任何时候都大 同样迫切需要的是恢复过去一年的文化交流 所谓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中国必须欢迎去年被驱逐的美国记者回来 并允许他们在较少的限制下进行报道 而为了避免在这个短暂的机会窗口不必要的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也必须缩减在香港和新疆的镇压力度 美国的其他让步可能更容易做出 中国要协助世卫组织调查疫情来源 而不是肆意阻挠 为了防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退市 中国监管机构可以达成某种统协 允许美国同行来检查公司的审计 拜登政府应该彻底检讨川普政府时期所采取的某些不当的措施 考虑暂停修改或者是撤销 采取这些措施需让每位领导人都付出政治资本 但是避开这些措施 双方关系无论如何都会跌跌撞撞一路打下去 可能会让美中两国付出更大的代价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家顾问奥布莱恩的最新表态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奥布莱恩表示 川普总统在周五已经指示美国政府部门设法将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降至最低 以便减少情报刺探活动的风险 这是在川普任期只剩几天的情况下 再度对中国采取行动 路透社报道 川普下令美国政府部门对于中国采购越低越好 而美国国家顾问奥布莱恩在声明中则再次指责 中国将美国政府的信息系统作为目标 试图通过网络攻击或者其他方式来窃取个人信息 军事计划以及其他数据 奥布莱恩说 为此美国必须采取相应行动 保护美国人的利益 必须调整我们的规定和政策 采取必要行动 降低中国针对美国政府从事有关科技和人员信息间谍活动的风险 他同时表示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减少联邦政府部门对于中国商品与服务的依赖 路透社报道 奥布莱恩对此没有举例说明 但是有政府高级官员说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击中国想要进入美国IT网络的企图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移民方面的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媒体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拜登在二十日就证后执政第一天就计划推动大规模的移民改革 包括提供美国国内多达一千一百万无政客所取得的合法身份的途径 根据拜登的计划 合余资格的无政移民在五年后就会有资格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 而获得居留权三年后则具申请美国公民资格 这个期限比以往的移民法要短 可以让无政移民更快地获得公民身份 法案还将为成千上万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提供一条更短的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并且铲除童年时期被带到美国而暂缓遣返的人 也就是我们说的梦想生永久居留美国的障碍 而可能为某些必要工作人员提供更短的身份合法化途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unte Creative 反正他们这么多区率